我實在是待不下去了 我哥哥和潘從舟 決定下月初一給我訂婚 我實在不能大意 我來找你 事實上讓你帶我走 我 對不起啊 我求求你 求求你帶我走 帶我到一個他們找不到的地方去 你和艾婉晴至今都沒有結婚 那你為什麼不能放棄她呢 我會對你好的 我愛你 我真的愛你 曼莉 對不起 我不能做出這種事情 我很愛婉晴 你的遭遇我很同情 但是我愛莫能助 那你就不管我了嗎 不用 encaps 我會怪你 至少我們還是朋友 什麼朋友 當小鬼 曼莉 屋玣 美妖私 曼莉 来,我进来 彪姐夫 来 让我看看 怎么哭了 眼睛都哭肿了 别哭了 彪姐 我实在是带不下去了 是不是你哥哥 又让你嫁给那个潘丛庄 而且日期都定了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就住在我这儿 看他能把你怎么样 怎么了 不行不行 海春,你糊涂了 这个许红军可不是好惹的 就是他把我们家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他接替大哥董事长的职务 我和大哥刚刚一起 家里的事都还没了呢 他要是知道他妹妹藏在我们家里 那还了得 丹小鬼 那可怎么办呀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又不是什么要命的事 不就结婚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结就是了 你说得简单 那个人比他大那么多呢 况且他喜欢老四,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随便吧 我不管了 曼莉 薄言 不好了 出事了 妹妹他 怎么 妹妹他不见了 他刚才不是说出去买东西吗 是啊 他是出去买东西了 可是到现在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刚刚到他的房间里面一看 他的笔箱也不见了 他会不会 会不会审理夏初怎么办 你怎么能这样就出来了呢 你这样太冒险了 要是遇上流氓怎么办 老师 那我就束手就擒 让他们把我抬上花椒 抬到潘丛州家去吗 你先别急 我看能不能想一个万全之策 还有什么万全之策 潘丛州已经安耐不住了 这样吧 你先在这儿住几天 可能几两天再说 怎么样 你别急 先喝点水吧 怎么样了 老爷 火车站没有 满头也没有 飞机场也没有 多找几个人 就在这些地方继续见识 是